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一波疫情示弱 不少市民对快速測示包 和中程药等的需求急增 相关网上片案再出现 手法都有所提升 可能会做一些像真度 比较高的社交专业 它会导用了卫生署的标志 也都会用一些 和药品生产商很相似的标语 或者是一些图来做一个专业 就说我们是卖这些药品 生产品当然包括快速測示包 因为一些市民 他们想快点去拿不同的快速測示剂 所以骗徒通常都会将这些 所谓的快速測示剂 卖得比市价低 他提醒若果仔细留意卖家过往交易的评价 其实不难发现当中的漏洞 可能它交易的评价很多 但是其实原来它的内容全部都是一样的 全部都是同一两个户口所发出的 你从这些市民是基本可以分得到 究竟这个用户是一个可信的用户 至于电话骗案 今年1至2月有8宗 涉款大约380万 手法包括有骗徒冒充卫生署人员等 称市主可能去过高危地点要检疫 当市主否认就称对方身份被盗用 要求受害人提供银行户口号码和密码调查 警方又建议市民在网上进行交易之前 应该透过可信赖的中介平台 以及查阅买卖双方过往的交易记录 以减低受骗风险 无线电视记者彭永熙报道 不如叶业商会说 深圳的征准管控措施影响棺材公港 全港现存的棺材只足够应付2至3天 促请中央政府将棺材列为公港必要物资 以避免更多围体积传在脸房 市环署回复说 特区政府已经向内地相关单位反映 正是积极寻求协助 第五波疫情之下死亡人数屡创新高 离世确诊者围体积传的问题 未完全解决之際 殷儀业商会说 深圳昨日起实施精准管理措施 导致棺材在关口未能来香港 水路亦未必走得通 情况假期 水路的船民公司 我们打电话或者我们业界再跟它沟通 已经是联络不了了 到了之后也要清关 清关我们遇到的技术障碍 有时会是三四日不定 或者是一个星期不定 甚至乎分钟是十日或者十几天 我在这里代表本会 向各位家属 我们的业界 我们真的很遗憾 是做不到 他说全港现存大概有三百库的棺材 再加上刚刚到香港大概一百三十库棺材 只能够应付两至三日的需要 希望中央政府将棺材列为公港必要物资 另外食环署在立法会一个小组会议上 再被追问遗体积传的问题 说已经协调部门加快各方面的工作 并且增加火发时段 无线电视记者郭永恩报道 经济日报社评 连串不利因素夹击下 内地和香港股市一连两日急射 走势远迅环球 对内全国新冠疫情升温 市场忧虑更多地区封城 影响制造业出口 以及回暖的零售消费 对外美国重新炒作中概股退市令 中美高官会谈气氛亦见紧张 针对俄乌冲突尤其兼拔老张 明报社评 世界经济前景不明 环球市场波动 恒指连续两日暴射过千点 万九点关口失守 中国概念股跌幅尤其惊人 中国成为俄罗斯经济救命草 美国为了打击普京 会不会以制裁等手段向北京施压 唯有静观其变 外围风高浪急 香港内忧外患 只能够做好自己 先解当下的疫情危机 东方日报社论 一场新冠疫情 加剧生者苦 细者悲 由于大量病人死亡 公园斯踏斯固然成为常态 雪上交双的是 深圳实施封城强检 预料内地官木 未能够如其抵抗 而本地存货已经锁正无几 港府在不尽快 和内地紧急协调 施满遗患的场面 恐怕更加不堪撤上 香港已经被特区政府 折腾得体无缘夫 港股连续两天洗仓息 下跌超过2000点 恒指一直回到回归前 正是市场对港府抗疫无能 信心沉底的投射 又到中华流影时间了 随着人工智能不断发展 机械人在日常生活应用越来越广泛 上海有科技公司研发的机械人 协助病人做复康治疗 一起看 在上海里间医院 因为骨折做手术之后的朱女士 正借助一款可以穿大式 下肢外骨落机械人 进行体能恢复 朱女士所用的伏康机械人 由上海一间科技公司自主研制 业务遍及全球超过30多国家和地区 公司创办人说 会在福康和医疗领域发展 所以我们未来的战略 是会进一步的加大 对于机器人底层技术的投入 第二块呢 我们会对于垂直领域 比如说我们的康复领域 我们的医疗领域 我们深耕这个领域 围着客户来做产品 帮到他们 这是我们接下来的战略的规划 福康机械人指示了 人工智能和医疗健康的结合 据了解 内地机械人产业规模快速增长 2020年制造机械人的密度 达到每1万人246个 是全球平均水平近两倍 除了用在医疗领域 机械人也有望在其他应用场景 大衍生手 内地当局计划去到2025年 打造出全球机械人技术创新刷原地 逐步拓展机械人应用制度汽车 航空 物流 野金 农业等等 潜在需求较旺盛的行业 无线电视记者朱少林报道 湖北武当山是中国武术的地标之一 当地务管有杨教练 由美国来到中国习武十几年 宣传武术文化 说着金发计 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这位新着度加功夫训练服的杨教练 正在向学员教授武术基本功 盈义拳 八卦掌 功夫线 指五枪等的武术功法 他也都精通 动作有点像罪权一样 就是合罪了 然后有一些铁瓜礼仪 有一些很漂亮的动作 有一些很骄傲 就是很proud的卢东斌 我觉得他模仿的方式比较有意思 十二年前 美国青年杰克孤身远赴武当山 拜师杂武敏道 从此杂根 为了学好功夫 他每日至少练习七个钟 每个星期只是休息一日 受伤已经成为常态 有一个同学就是 到我不对了 然后那个雷菇就散了 我可能是两个月 就有一些东西就连不了 现在他已经由杨学员 成为杨教练 他坦然 不少人第一次见到杨教练 会感到奇怪 但是他会用实力来证明 第一次来武当山 也不算就是国内水神 也国外水神 第一天可能觉得有点尴尬 有点奇怪 但是我觉得以后 我把他们带一下 待几天呢 如果他们坚持 他们可以了解我 作为武当山峰派第十六代传人 他训练之余都会拍片 记录平日练功和生活的点滴 分享到国内外网站 期望更多人可以了解武当武术文化 无线电视记者 马上报道 属于国家级非为项目的黄源牌灯 经过二百多年发展 已经变成形式多样的灯彩艺术 青海就有老公像 希望将技艺传承 流传于青海省黄源圆的黄源牌灯 起源于商号广告牌灯箱 经历二百多年的发展 演变成有底座图案 认识多样的灯彩艺术 汇集了木工 绘画 皮影等等 很有收藏和研究价值 年近80岁的杨真贵 是非为国家级传承人 小时候就帮助木工的舅舅忙 对木工产生龙厚兴趣 开始接触牌灯 黄源牌灯在2006年 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水子是最重要的 水子配灯 有扣肉 脊柳子 尺寸那些 一直流去 老肥 画面是多重要度有 四大名都说 年间子 穿佛子 这么多 一度 一度 药室 画面上 灯锅上 牌灯制作极为考究 需要选用上好木材 通过打磨 雕刻 并接造出框架 作在孙子上设计 绘制出图案 才将画面和框架相结合 每架牌灯以连环画形式 集中展现故事或者情节 画面栩栩如生 杨真贵也收了不少徒弟 传授牌灯技艺 成国家 非有中文化遗产 所以这个传承 对我们来说 传承人来说 也有很大的责任 他们也希望 令到黄源牌灯走出去 有更多人可以了解这一项技艺 无线电视记者 朱少林报道 那一集中华来影报道 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